Hello,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ey 那紧张的申请季终于结束了 但同时新一年的暑期活动申请又紧锣密鼓地开展了 相信家长们一定很好奇 还在疫情中的2021年大学都有哪些下校开放呢? 什么样的下校能成为申请中的加分校? 又有什么申请技巧? 如果不上下校,暑期该怎么安排? 今天就由Enlighting的Senior Consultant Erica老师 拥有13年大学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 Berkeley认证的大学升学顾问和职业规划老师 为我们带来2021暑期规划攻略 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职业规划、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三藩市、半岛、Sacremantle 还有南加和夏图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大家如果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那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下面就有请Erika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谢谢Eli老师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那在我们进入正式的主题之前 还是和大家过一遍今天我们的这个议程 那首先还是我们每周的教育资讯解读 然后之后会为大家分享 关于下校的那些事情 那么我会为大家介绍 到底什么是下校 以及下校怎么样分类 还有我们怎么样来鉴别 哪些下校的这个含金量是高的 哪些可能是比较水的 然后接下来我还会为大家分享 下校和大学录取的关系 也会帮助大家 避一些关于下校的一些坑 最后会为大家分享 我们该如何来规划我们自己今年的暑期 OK好 那么本周的教育资讯解读呢 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今年这个不寻常的申请记 的一些趋势的一些心得和分享 那么也是基于就是最近 早晨也已经结束了 然后也有一些数据出来 和大家总结分享一下 那今年是非常不确定的一年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些推测和预计 但是实际上 其实大学和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也其实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他们也不知道 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早晨 实际上其实常规申请 基本上都完了 那么这个数据出来 确实还是比较surprising的 尤其是对于今年 所有大学的这个早晨 意外的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申请 你像今大今年的早晨的申请 比去年上涨了23% MIT更可怕 MIT今年的早晨 比去年增加了62%的申请人 哈佛也不例外 增长了将近57% 所以哈佛今年的这个EA的录取率 以下从14%降到7%了 基本上快赶上往年的常规录取率了 那么可想而知 今年哈佛的这个常规录取率 估计可能只有2.2级 3.2级都不一定 非常的可怕 那其他的学校也是 我们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群的话 看到我们今天有一篇文章发出来 纽约大学NYU今年的这个 早晨的数据也出来了 也是破天荒的 超过10万份申请刷新了 今年的这个早晨记录 那么根据去年 另外有大概录取 13000名学生左右 所以今年的这个录取率 可能只有在13%左右 甚至还低于了我们 康奈尔这个藤校去年的录取率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什么乔治亚大学 这种是很早 他们的这个EA的这个录取很早就出来 也是这招生官都吓了一跳 今年一下子增加了将近30% 那么大家可能还关心我们这个U-C的情况 U-C也同样不例外 U-C今年也是破天荒的收到了 总共25万份申请 比去年上涨了15% 尤其是西裔和非裔的申请人 增长的特别多 这个其实是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些 一些分析 包括结合U-C这几年的一些政策 以U-C Berkeley为首的 一些在招生政策上面的这个改变 所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个 他们在这个招收minority学生上面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所以今年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 就是跟今年就是大部分的学校 基本上就是testblind 或者testoptional有关 你可以不用提交SATCT的成绩 那么这个就直接导致了 这个学生申请的人数就大幅度的增加 因为门考低了嘛 对吧不用考试了 我不需要分数了 大家都可以省 所以就都来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很多学生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早生 来给自己增加一些确定性 因为都知道早生的话 就是有这个 如果是有这个绑定的效果在里面 那么希望能够借着这个 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录取几率 所以也是为什么这个早生的学生也特别多 但是实际上根据今年早生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早生的竞争可以说是 可以用惨烈这两个字来形容吧 那么除了今年的这个申请人数的增加这个趋势之外呢 第二点就是想说一下关于这个标划 标划今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因为不光是这个UC完全取消了这个标划考试 完全不看 也真的是一步到位做了一个大跨越 之前非常坚持一定要考试 而且一定要有这个writing的分数 一下子跳的完全不看了 那么除了UC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学校 都是采用这个test optional的政策 那么刚刚我有说到这个test optional 一方面导致的结果就是申请人数大幅的增加 但是实际上另外一方面 其实从学校对这个标划的态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有些学校它虽然说是test optional 但是实际上这个optional里面 暗含的是preferred和这个意味在里面 你就来看一下 其实像宾大这样的学校 虽然今年采用了test optional 但是实际上在所有的申请人当中 仍然有75%的学生 是提交了这个考试成绩的 所以对于test optional的学校 有一些批评就是说 其实上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实际上学校还是很在乎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对于test optional的学校来说 除非是有一些一直以来 traditionally一直以来 都是采用的test optional政策的学校 那么这类学校一般是比较小型的 这种文理学院 他可能更看重学生的这个个性 但实际上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 其实采用test optional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 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学生 而且越好的学校 它越是就是在这个学生的这个区分上面 其实是非常难的 所以就是哪怕你能够提交一点点 能够让他们 能够就是给他们更多的一些context 一点点都是好的 所以这个不奇怪 就是实际上其实仍然有非常多的学生 仍然是提交了这个sat的成绩 那么我认为今年其实是一个特殊情况 而且其实绝大部分的学校 也是这个test optional的政策 仅仅是针对今年一年 那么预计针对明年的申请 应该是会恢复正常 让我们再拭目以待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申请人 在做这个申请方面 那么有一点感受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疫情的影响 其实大家的所有的生活都被打乱了 学生的学习 尤其是课外活动 其实很多都是中断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大学 他在评估申请人的时候 他一定会更加的侧重 学生他的这个个人品质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学生展现出来的一些个人特质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 导致所有的这个课程 都移到线上了 那么也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 因为这个remote learning 这个online的这个教学方式 其实他们的成绩啊 包括其实身体身心健康 都会受到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你怎么样去适应 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挑战变成机遇 那么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为你的社区有做些什么 那么其实这些都是 无疑是大学希望看见的 大学还是希望申请人 他能够战胜这些困难 在这些困难当中 能不能有这种internal的drive 这种发自内心的 发自里面的这种主观的东西 来面对这些所有的挑战 那么是接下来大学 赵生官会希望看到的 来自申请人的特质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 这个大学申请趋势的一些分享 我们还是赶紧进入 今天的正式主题 下校 其实下校这两个字 相信很多家长 同学都已经听到很多了 下校下校 那么到底什么是下校 是夏令营吗 就我们平时所谓的这个 summer camp 我们在下校到底都做些什么呢 那我这里有一些图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这个是大家想象的 关于下校的一些印象 那么在回答 到底什么是下校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下校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去上这个下校 这里为大家组结了几点 首先我觉得 可能下校最有价值 以及最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帮助学生来探索你的专业兴趣 寻找个人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在我们平时的这个学习经历当中 可能就是我们平时的高中课程 它只能涵盖一些非常general的一些subject 对吧 数学就是数学了 历史嘛 就是世界历史 美国历史 然后这些英文课什么的 那有一些学生 他在这些高中课程的过程当中呢 会发现自己喜欢擅长的一些学科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其实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孩子 他们其实通过高中课程的学习 其实是找不到自己的专业兴趣的 都觉得 都还行 都还可以 也没有哪一个特别喜欢 都差不多吧 那大学想干什么 不知道 今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 所以那下校其实就给 这一类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下校有的时候 他所offer的一些项目 和我们在平时高中里是学不到的 所以这个是下校非常重要的意义之一 那么除此之外 下校当然就是一个丰富我们假期生活 以及丰富个人经历的一个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暑期是非常长的 对吧 总共两个多月 我怎么样来安排我自己的时间 那有一个词叫summer slide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春季 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 其实很多学生 他的各方面的学术能力 都是已经达到了一个level 但是一经过一个暑假 如果什么都不干 纯玩去了 那么基本上 其实你在第二年在开学的时候 你的整个的这个学术的这能力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slide 因为就是两个多月都不接触 那么同时我们怎么样利用 就是我们假期的这个时间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还是就每天睡睡懒觉 刷刷手机 玩玩游戏 就这样过了 那么每个人有 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那么我就大学申请的这一点来看 这个其实是 非常有必要的 就我有接触过 我的一些学生就觉得 这些活动 没有太大意义 好像都是给大学 做给大学申请看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呢 那么这个可能是有一些teenager 一些想法就觉得特别假 好像特别功利 我就不愿意 我就想随性 我就想做我自己 好像喜欢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能够理解 但是实际上 其实你如果从个人的 这个maturity的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你不可能是完全的随性的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 完全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或者说是完全出于 自己的本性去做 但是成年人来说 其实这个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其实最终的结果 包括像我这个申请记者 我也经历了一些学生发现 是可能你当时觉得 这样的想法很好 但是实际上 最后你写大学申请的时候 就会发现 自己没有任何的经历可以说 我因为各种原因 我不想做这样那样的活动 那么其实有一个 很直接的就是结果 就是在你大学申请的时候 没有事情可以讨论 因为大学申请有很多的文书的 这个主题 不是说只写一篇 有学校有各种各样的题目 那么如果说你就仅仅这么 一两个活动 甚至没有活动的话 可能把里里外外的 这个都掏干了 然后都写完了 还会发现其实没有可说的 大学申请就算再怎么编 你还是要基于自己的 这个实际的活动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有相当的 一部分的阅历和个人经历 你才能够有展现自己的 这个个性 那么除此之外 下校还有很多的这个 意义 包括体验大学生活 包括接触大学的教授 拓展教育圈 这个是在疫情以前 就是很多in-person 就是都是in-person的这种 summer program 那么其实这个是非常 非常直接的一个 你在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渠道 没有办法获得的一些体验 发展课外活动 提升个人背景 这个我刚刚已经解释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就是调整神经状态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高中生 在学习期间的这个压力 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就每天上学的这个schedule 这个是固定不变的 一年36个星期都是这样 那么暑假如果说是在下校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 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schedule 完全不同的一个setting 那么对于整个的 就是同学的经历来说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那他暑假去了这个 各大的一个下校 之后用他妈妈的 这个话来形容 就他妈妈跟我说 就他去了之后 感觉他整个人都飞起来了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觉得 哇就那个精神状态 还有整个就对生活的 这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家长的这个信用卡 账单上面 也有了一些额外的项目 但是就说 整体是觉得 这个是对孩子 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 就要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 到底下校是干嘛的 就是具体都做些什么 这个首先就是 我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关于这个下校的定义 就是什么是下校 其实关于下校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 可以从狭义和广义 这两个角度来看 那么从狭义上面来讲 这个下校就是指的 在大学校园的 暑期的技术学术预备项目 或者我们叫这个 Residential Summer Academic Prep Program 或者叫Educational Prep Program 这个是UC给他的定义 就Educational Prep Program 或者也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College Summer Program 这个都叫下校 其实从广义上面来说的话 我认为只要是在暑假期间 有组织的这种 Structured的学术 或者课外活动项目 其实都可以算作下校 你比如说去设计大学上课 这算是下校 当然算下校 因为它是在 因为它是一个Summer Course 那你说我比如说去 去了一个野外的 一个露营的Summer Camp 这算不算下校呢 当然也算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广义上面来说 只要是你在暑假期间 进行的 就是有组织的 有人带领的 有这样一个curriculum的 这样的 有一个固定时间的 这些项目 其实都叫下校 那么在这个定义下面的话 其实我们就要 更具体的来分一分了 我们可以先来 就是看一下 这个下校都有哪些性质 首先一个非常大的一块 就是它是学术类的这种下校 那学术类的这个下校的话 它主要是以 这个学术课程为主打的 那么这个学术课程 它可能涵盖各种专业了 比如说 以这个斯坦福的人文项目 Stanford Humanities Summer Institute 这个作为一个example 那么它就是一个典型的 学术型的这个下校 因为同学在这个下校的期间 那么他们所做的 就是还是以这种lectures 然后以reading 然后以课堂的讨论 discussions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种是学术类型的 那么除了这个学术类型的下校之外呢 还有就是研究类的下校 就是这种research-based 那么比如说像 U.C. Davis的这个 Young Scholar Program 那这种就是很典型的 科业类的下校 那么这种科业类的下校 是每一个学生 他会跟这个学校的faculty 或者是PhD student 会one-on-one的来 大家共同的 就一个individual的project 然后来做研究 那么在这个项目的结束的时候 还会就是完成一篇 这个journal quality的paper 然后有一些项目 他当然就说 学生还会去这个论坛 还会来展现他们的科研成果 那这个这些都是属于 科研性质的下校 那么除了科研性质的之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实践类的下校 实践类的下校 比如说像MIT Launch 这种为主的 这种就很典型的 实践类的下校 那么在就是下校期间 真正的就是 大家会做一个entrepreneur project 就是你会 你会有自己的这个 商业的这个idea 然后你会写business plan 然后你会真的是到这些 风投这些投资人面前 去pitch your idea 然后最后还会获得评估 真的就是一个 real world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所以这种是实践类的 那么这些是 比较主要的一些性质 当然除此之外 就是还有一类下校 它是这种竞赛类的下校 你比如说像这个奥数 你知道就是 学生平时参加什么AMC 这些 那一路上去最后 其实就是这个USA 就是美国奥数国家队 会代表国家去参加这个 international math olympia 在他们去参加国际竞赛之前 的那个暑假 他们在这个USA 猫里面顶尖的学生 会被选出来 然后在暑假期间 参加这个 mathematical olympia program 简称这个map 或者是masp 这个program 一个三周的 一个密集的集训 那么在这个集训过程当中 又会在最终挑选出来 六名学生 然后是代表美国国家队 去参加国际奥数竞赛 所以这一类的这个下校 就是属于竞赛类的下校 那么这个是从就是 下校它的这个性质来说的 那么当然了 就是我们还可以从专业方面 来看这个美国的下校 那么美国下校一般来讲 会分为几类 一类是这种单一专业的下校 也就是说 我这个下校的项目 就是只针对这一个学科的 你比如说 Stanford的这个SUMAC 就是仅仅针对这个数学 比如说像TASP 这个就是顶尖的 仅仅针对人文 你比如像这个 Universe of Iowa的 Young Writers 它就是仅针对这个写作 英文和创意写作方面 那你比如说 宾大沃顿商学院的这个LBW 那这个它就是针对商科的 Stanford的Simmer 这个是针对Medicine的 所以就是说这种都是 单一专业的下校 我每一个项目就仅仅针对一个专业 那么还有一类下校呢 是多专业的 就是Multi-Subject 就涵盖很多 你申请这个 你申请它进去之后 你可以选你想要参加什么样的课程 比如像Stanford的Pre-Collegiate 还有像很多学校的这种Pre-College Program 它都是多专业的 涵盖各种各样的Topic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在某一领域下面的多专业 比如说像这个California的这个Cisa 那么它就是针对Performing Arts 的一个下校 那么在这个Performing Arts下面 当然你可以选 你可以选你是Vocal 或者是Drama 或者是Film 或者是某一个乐器 这种就是属于这种大类下面分小类的 比如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斯坦福人文学院 这个也是就是它是在人文下面 那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某一个具体的Topic 你是选这个罗马史 还是说你是选这个Revolution 或者是Greek 就是你可以选不同的这种Topic 那么除了专业之外 那下校它还有一个就是时长 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最短的这种可能就是一周的时间 那么最长会达到八周 除了这个时间之外 还有就是这个地点 那么基本上我们一般 就是说所谓传统意义上的下校 就是在大学校园里面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这个下校 它其实是在高中校园 那么除了这个地点之外 有一些下校大部分它是寄宿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它是走读的 尤其是有一些这种科研方面的 research方面的一些下校 那么它其实是不提供住宿 你要你要自己去去安排 这个也是有的 会稍微少一些 那么除了地点之外 还有就是费用 这个下校的费用 也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不一样 从这个有免费的 比如说像MIT的这个RSI 还有这个人文的TAS 这些都是免费的 有一些甚至还给你钱 你去了还有STIPEND 那这种是科研的比较多 那么绝大部分的还是需要是付费的 这费用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从可能从这个几百一千美金左右的 到一万多美金的都有 所以这个range也是非常非常广的 那么除此之外 下校也分 是有学分还是没有学分的 有学分的下校呢 就是说你在这个完成了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会有个成绩单 然后这个成绩单上面会告诉你 你有获得多少学分 有一些甚至还有letter grade的都有 那这个学分呢 就是你将来今后去到大学当中 你是可以和大学申请 能不能把这个学分就是给transfer过去 最后当然下校就是也是 这个申请难度是a wide range 就和大学是一样的 有非常好路的 也有非常非常难路的 那么我只能说是比较就是大略的 我们会把它分为四个等级吧 那么tier four就是一般来讲是入门级的这种下校 那么这种下校基本上就是说 可能有一些就是直接你报名填个表 然后交了费就可以去 那么有一些呢 可能需要一个简单的就是这个申请流程 就是你需要交申请费 然后你需要写personal statement 需要填申请表 甚至需要推荐信 那么但是你把这些流程走完了之后呢 就是录取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只要你不要GPA太低 或者可能老师给你写了negative的一些comment 那么你的录取几率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这种呢 我们一般就是叫tier four的这个下校 那么一般来讲 其实你只要看到学校的这个 比如说某某大学的pre-college summer program 其实这种一般来讲都是属于tier four的 你比如像cornell的pre-college summer 然后比如说像Penn 像Stanford 其实都有很多这种 包括像Harvard啊 都有就基本上 大纯的学校都有这种pre-college program 那么这个是tier four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 稍微含金量更高一些的 像tier three这样的program 那这样的program来讲的话 就是要有一定的竞争力了 那么你比如说数学专业里面的 这个awesome math 是一个就是非常不错 很好玩的一个数学类的一个下校 那你比如像耶鲁大学的 这个Yale Young Global Scholars 实际上以前其实它是 还是感觉是很prestigious的 但是现在它近年做了一些扩招 然后它的这个学科啊 也进行了一些增设 所以说就是 还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但是说是不是那种 好像含金量特别特别高 特别特别好 其实也要客观来看待 除此之外 还有像什么CMU的 这个CMU的game academy 这个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有趣的 六个星期的时间 整个学生在那 这个就属于比较实践类的 学生去了之后 那么你会接触编程 你会接触一些这个animation 然后会有些设计 会有些这个graphic arts 然后整个就是分组在一起 大家真的就是在这个六周的时间里面 会设计一款游戏出来 然后是由这个CMU的教授 带着大家来一起做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下校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像芝加哥大学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下校叫stones and bones 这个可能申请的人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关于一个 考古方面的一个下校 那学生会 就是由芝加哥大学的这个教授带着 然后包括当地的博物馆 一起带着去 真的是去采集这个画室 然后学校会教你怎么样来保存 分析这个画室 并且会学习很多关于考古 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一些 很多的知识 然后你真的 你会在芝加哥 然后你还会去到wyoming 去实地考察 所以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体验 非常有趣 好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进入到这个 Tier 2 Tier 2的这个下校 那么难度就更大了 其实我想说 如果说是从录取率来看的话 Tier 3的这个录取率 应该是在可能 30% 40%这个样子 那么Tier 2的话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 可能在 20%左右这样 那么Tier 2下校的一个 最佳代表 它就是我们加州 特别popular的这个Cosmos 那Cosmos它全称 叫California State Summer School for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这个是专门针对 STEM学生的一个下校 那么这个是 U.C.它自己的一个项目 四周时间 然后四个campus都有 在U.C. San Diego 在U.C. Irvine 然后在U.C. Santa Cruz 是U.C. Davis这四个校区 那么今年的话 它是总共 就是它 它不叫major 它叫cluster 就每一个cluster 是一个 就是是一个topic 就是有的cluster 是专门研究 研究这个 做这个计算机的 有的可能是跟 biology有关的 有的是跟engineering有关的 那么有的可能是跟这个 甚至跟marine science有关的 这些都有 那今年的话 这四个校区 总共是有42个clusters 那么每一个cluster 它的学生人数 也就是18到24个人之间 然后会有这个U.C.的 这个faculty 带着会有lecture 然后也会有一些lab portion 会有一些field studies 你像我之前学生 有去做一些 这个engineering方面 他们就是一起去研究一些 mechanics的一些动作 包括有学生去 U.C. Santa Cruz 一个environmental science 有关的 它是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这个cluster 然后就会去检测 当地的这个水的污染情况 就是这种 那么其实cosmos 可能在五六年前吧 可能也就是一个 tier 3的项目 但是因为这几年真的实在是申请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在四五年前 它的录取率 可能也就是不到20% 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 对吧 就一个cluster 也就是18到20 就20个人左右 总共 可能总共也就只能录个四五百名学生 这都算多了 但是你想有多少人 多少人申请 那么这种项目的话 就是一个它非常的难进 那么也是 其实尤其是对于U.C.来说 是非常recognize 非常认可这个项目的 也是对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的 一个直接的证明 那么最后 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tier 1的这个下校 可以说就是如果说是 这些下校是一个金字塔的话 那么这个tier 1真的就是 那个金字塔尖可能1%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吧 那么tier 1 其中的一个代表 就是这个 The Summer Science Program 这个名字非常的generic 叫SSP 这种就是典型的 这个tier 1的项目 名字非常的generic 但是甚至可能好多人都没有听过 实际上的话 有非常长时间的这个历史 而且非常非常的exclusive 那你像这个项目的话 它其实已经成立了 成立了有半个世纪了 最早是就是 是这个Thatcher School 就是在南加那边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私立技术学校 在那里的老师 他们开始开发出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说 高中的课程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满足有一些学生 在科研方面的一些兴趣 和他们应该受到的一些挑战 所以这个Thatcher的老师 他们当时就是 找到了这个Harvey Mudd 找到了Caltech 找到这个Promona 他们的教授一起商量 我们在这个暑期 做点什么 能够来给这些学生一些挑战呢 那最后一个Promona的一个教授 还说 那干脆我们来就是 来计算小行星轨道吧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idea 这个Summer Program就这么诞生了 所以一直到今天 这个Summer Program 其中的一个subject 它没有很多subject 它现在只有两个 那其中一个就是Astrophysics 也就是今天 学生就实际上会参加的 就是你会 你会真的去天文台 然后你会 学很多跟天文有关的 然后你需要通过Python 然后需要通过 这个数学的运算 然后来计算小行星的轨道 那么整个这个项目的时间的话 是六个半星期 从2017年开始 它加了一个就是Biochemistry 是研究这个酵素的结构的 那么今年2021年 它可能准备又开放新的一个 就是增加一个subject 是研究这个基因组学 那么每一个就是每一个项目 其实它只招收36个学生 那现在的话 它的这个campus是在Purdue Purdue有一个campus Indiana University有campus 然后在Colorado Boulder有一个 然后在New Mexico Tech 也有一个 这个整个这个就是项目的意义 就是希望就是能够挑战 学生的这个极限 甚至这些高中学生 会被要求去研究一些 甚至是研究生水平的 这样的一些project 所以是真的是难度非常非常大 当然就说收获也是很多的 那么除此之外 你比如像我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MAP或者MASP 这个跟奥数有关的 那这个都是属于Tier1的项目 就是非常非常的 含金量非常的高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很自然的 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来鉴别这个下校的含金量呢 我怎么知道 就是说我去的这个学校 到底是第几个Tier 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在里面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点 首先一个就是 就看它的申请难度 对吧 就是越难进的下校 那它肯定是含金量越高的 很多是挤拨头了想进去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时间长短 一般来讲就是含金量比较高的下校的话 它的时间都会比较长一些 就是你像一些六周的 甚至八周的 最短的也是这种三周四周的 其实这种都比较短了 为什么就可以从这个时间长短可以判断呢 因为你时间长就证明 你要在就是你要在这个项目上面 你要在这个学科上面 真的是花很多时间进行非常深入的学习 所以这个这个是大学希望看到的 就它不希望就是可能只是走马观花的 表面上的了解了解 这没有用 你到底对这个学科有多少兴趣 能够支撑你去完成这六个星期 甚至八个星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对吧 然后除了时间长短之外 当然就是费用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收费的这个下校都是不好的 只不过确实就是有一些免费的项目 甚至给你钱的项目 那这种肯定是含金量很高的 因为申请的人多嘛 就是都都都都会想去 而且呢就有一些免费的 那你不像TASP这种免费项目 因为它有很多的校与捐款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可以可以支撑的 那么此外的话就要看一下这个项目的主办方 是什么机构 是这个学校它自己的项目呢 还是说其实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SSP 实际上它其实它并不属于大学 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non-profit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怎么知道这个项目的它的含金量呢 那一个就是你要看它的这个社会知名度了 对吧 到底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项目 你比如像我们顾问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项目 虽然它并不是隶属于这个大学 或者不是由这个大学直接主办的 但是实际上你们知道 OK 这些肯定是很有偶像的 那么除了这个社会知名度之外 就是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学生之后的它的这个大学走向 你像这个SSP 基本上就是完了之后 学生就是什么MIT啊 Caltech啊 Harvey Mudd的呀 就基本上都是去这些学校的 所以就是可以可以判断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师资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也是今年总结出来的一个一个一个小小tip 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忽悠 觉得好像在这个在这个大学里就是一个好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项目是本校的教授教吗 如果不是那么是谁教 因为其实有些在大学的项目 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本地的高中老师在教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最后就是这个项目是否提供大学学分 其实也是可以判断 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它提供学分的话 那肯定是更有价值一些嘛 对吧 因为这个学费也没有白交 至少之后还可以换 再换一些大学学分 但是也是其实有一些非常好的项目 它当然也有一些是不太学分 只不过就是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判断 那么这里呢 我还想没有在这个PPT上面 还想给大家再补充一点 就是你要根据这个下校的截止日期 一般来讲截止日期越早的下校 肯定都是含金量越高的下校 你比如像这个Cosmos 2月19号就截止了 你比如说另外一个 我现在跟我一个学生在申请的 这个冰大温度商学院的 它的一个Management Technology的 这个项目 是2月1号就截止了 然后我之前跟我另外一个学生申请的 Summer Session 1月8号就截止了 这都已经做完了 有一些就是还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像刚刚我提到一些比较好的项目 其实基本上就2月份就截止了 像一些就可能它很晚很晚 你都还可以去报名的那种 对吧 那那种肯定是比较open的 因为大家就只要报名都可以去嘛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看一下的 这里的话就是我想跟大家 其实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可能在选下校的时候 有一些误区我们需要避免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听到 基本上就是很多家长会告诉我说 我们今年想去某一个学校的下校 或者说这个下校的这个学校排名怎么样啊 之前我有个学生 他们申请了这个Harvard 哈佛的一个pre-college summer program 申请到了 然后告诉我说 他想去这个 他家长跟我说 这个下校怎么那么贵啊 学费就七八千了 就这应该是三四年前怎么这么贵啊 我说那你上什么课呢 然后他说我去学这个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我当时就说那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跑到这来然后上一个 其实你就可以在社区大学就可以上到的课程了 所以就是说其实并不是大学越好 这个下校的含金量就越高的 恰恰相反的 像我们平时说的什么斯坦福的下校啊 但斯坦福你要看是哪个 斯坦福有很多下校 你具体要看哪一个 因为斯坦福的这一般的什么pre-college 或者说是什么Harvard pre-college Brown的pre-college 就各种各样的藤校就一大堆了 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入门级的 相反那些tier one的项目 你比如像什么clark scholars 这个是clark university 比如说university of Iowa young writers workshop 这个是爱荷华大学的 比如说还有这个在texas state honors math camp 这个是在texas tech 这个校区 比如刚刚说的ssp 在什么colorado boulder 在什么new mexico tech 听都没听过的大学吧 对吧 但是实际上其实这些下校 是含金量最高的 所以绝对不能完全仅仅凭 大学的名字 就认为哪一个下校的含金量高 这是特别大的一个误区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是不是参加了这个下校 我就会获得这个学校的录取 其实也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其实说到底 还是要看这个下校的含金量如何 这些下校的summer program 和他们本校的录取 其实完全是两码式 不会因为你去了这个学校的下校 学校就好像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完全不是的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参加了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下校 这种情况下 大学是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那么就是说 难道就一点帮助都没有吗 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真的 就是你这个是你心仪的学校 然后你参加了这个学校的下校 我认为的帮助在于说 因为你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来到了这个学校的校园 然后也在大学的这个宿舍里面住了那么几周 然后也确实是上了他们的这个课 可能你对这个学校有一些更直观的感受 所以你在可能在回答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学校的时候 你有更多可以说的东西 那么我认为这一点是有所帮助的 但是项目本身和大学的录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可能我说了这么多 大家如果觉得下校一定是大学申请一个必备的活动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的 其实下校它只是你暑假安排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之后我会为大家就是介绍 到底我怎么样来安排暑期 最近就有一个家长 他女儿都九年级 然后就说我们今年要想要申请 就是要找下校 然后要找什么方面呢 在考虑这个心理学 在考虑这个市场营销方面 那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OK 我说这个也是有的 但是你要看一下就是值不值当 因为如果说学生九年级 其实他也完全没有上过什么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个课程 也就是说就是你连基础都是不具备的 对吧 就你连心理学到底这个introduction 这到底是什么concept 就都不了解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有更好的alternative 你是不是一定要花好几大千刀 然后去两三周可能了解一个皮毛 其实有很多的你比如说你像 你学校自己的课程对吧 你也是可以修的 实在不行这个社区大学也是可以解决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高中网课也是可以解决的 说不定还学的更透彻一些 还能拿个成绩还能拿个成绩单 对不对 还花更少的钱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去一个什么program 关键是你要看就是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不是最合理的安排 好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可能就觉得 那含金量低的一些下校就没有价值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并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实际上你真的能够去到Tier 1 Tier 2的这个下校的学生 可以说是真的就是那个可能前5%前1%吧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学生 他其实是申请不到 就是去不到这么好的 OK那我还去干嘛呢 我就不要去了没有任何的价值 其实并不是 因为我在一开始也说了 就是说下校的这个意义的话 不仅仅是这个大学录取 对吧 而且其实更重要的在于 跟你上大学一样的 就是你去什么学校固然重要 但是你在这个学校当中 你怎么去做 Colleges is what you make of it 对吧 就是你怎么样来面对你自己的体验 其实这个是更重要的 你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学生 去到哥大 那哥大下校其实也不是说 就是一个入门级的下校 但是学生觉得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开心 觉得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天天和这个老师讨论 天天和这个来自世界各地 来自全美各地的学生 大家在一起 包括成长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 就是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成年人了 好那么 我们在规划暑期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想 首先一个 就是我这里给大家粗略的 分了就是五步吧 那我觉得真的 就是说暑期规划的话 是一个 是一个holistic evaluation 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你像可能有些机构 说我要申请这个summer program 那我们就给你申请 申请不到 我们也不能控制 但是实际上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的话 你比如像那个家长 他告诉我说 我要找这些下校 那我就找给你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我就会想 首先一个就是说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希望通过这个下校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暑假的这个时间 完了之后 我是想有更好的学习成绩呢 还是想有更丰富的 这个课外活动生活呢 还是说什么 你要先这样 整体的来考虑 然后他因为这是一个 就是有搭配的东西在里面 当然了你除非是那种 去整个八个星期 全部占满的这种情况下 你也没有时间再搞其他了 但是大部分呢 尤其是对这种 九年级十年级的学生来说 因为首先有一些 就很多顶级下校 他还是就是基本上 就十一年级之后的学生 学的比较多一些 那九年级十年级的学生 他也就是参加一个 三个星期四个星期 甚至两个星期的这种项目 因为首先一个时间太长了 实际上可能他自己 他也没有准备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剩下的时间怎么安排 其实这个是一个 一个综合考虑的东西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 OK我这个暑假完之后 我希望完成哪些东西 完了之后就是你还要评估一下 就是评估自己的背景 那么我们给学生 选这个暑期项目 或者说是做整个暑期规划的时候 就是要很了解学生的 这个具体的背景 他现在是在一个什么位置 他的成绩 他上了哪些课 他已经进行了哪些活动 他有没有标划成绩 他的这个跟老师的关系怎么样 还有就是说他的兴趣点 对吧到底是什么 他只是还不了解 想去explore一下呢 还说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么就想往这个地方 就是继续升完 所以这些都要综合考虑清楚 其实就跟大学选校是一样的 不会说啊 就是随便给你一个名单 好你就去申请吧 那这个就是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完了之后 就会出现不匹配的情况 跟我给了你一堆 你其实根本都申请不到的项目 在那浪费时间 所以是要通过一个综合的 这个背景评估 而且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 也是会有这个reach 有target 有一些safety 因为这个safety也很重要 因为你在申请一些 比较有竞争力的项目 其实你并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申请到 那么你就申请完了之后 评估也有一段时间 等评估结果出来了之后 你就发现啊 那没有录取 没有录取怎么办 这个暑假就没事做了嘛 所以其实我们在想的时候 很重要的就是要想到backup 我这个不行 OK我有什么alternative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完了之后 就是这个预算 预算很重要啊 因为我自己有孩子 我就知道了 因为每次给自己的孩子 做这个暑假规划的时候 我一看 这个项目这么多钱 就是还是比较肉疼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就像我说的 尤其是那些私立大学 就最好的那些私立大学 那些疼校的那些下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 那动辄都是5000以上打不住的 一万多都很正常 那么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钱 花在这个暑假 花在这个项目上面 有没有更好的这个选择 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考虑的 而且就说 我是不是每年都要去 OK如果我有这样的资本 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走这条路 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呢 就说这个是需要大家考虑的东西 当然就是提前规划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像我自己孩子很小了 才刚刚读小学 但是实际上 我基本上就是23月份 就会帮他们想好 那么对于高中学生来说 更是如此 因为这样我刚刚说的 好的项目 基本上二月份都截止了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提前想好 因为哪怕是有的项目 它可能没有那么早截止 但是你提前想好的话 就不至于漏掉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就是因人而异 这个真的就是 你没有办法去比的 对吧 谁谁去了什么项目 我也要去 这个真的 有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 有不同的家庭情况 有不同的兴趣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 最合适自己的方案是什么 OK 接下来给大家 粗略的分了一下阶段 因为我们总共四个暑假 那么这个并不是一个模板 也不是说 这上面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要去做 也不是说我这样做了 我就能够去到 什么什么样的学校了 只不过就说这个是 根据我们的经验总结 就我觉得比较合理的 一个推进的 一个路线吧 那么首先就是 八年级的这个暑假 我会把它叫做 叫做一个基础期 那么在这个暑假里面 其实很多很多孩子 马上要开始上高中了 对吧 那么你在学校的这个 学术基础就非常重要 你拿了什么课 就非常重要 因为你想想 你如果想上去申请一个 特别含金量高的 这个下校 你基础的课都还没有上到呢 人家怎么可能录取你 所以高中 就是高中的基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些高中的课程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孩子可能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想干嘛 那么其实可以参加一些入门级的去 去感受一下 去体会一下 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越早会越好一些 因为如果你发现这个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对吧 就你还有很多 就后面的机会 你可以来 你可以来纠正 大年级当然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课外活动 都应该参加 自己任何的兴趣爱好都应该去发展 英文阅读能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就是适用于任何的学科 任何的阶段 九年级的暑假是一个鼓鼓期 那么在这个暑假呢 你仍然可以就是说 继续完成一些额外的高中课程 同时呢可以参加一些 入门级或者是比入门级好一些的一个下校 来继续探索自己的学术兴趣 来提升自己的学术背景 那么对于一些想要 就是说之后要申请含金量特别高的下校的这个同学们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参加一些比较入门级 或者是提升级的 Tier 3 Tier 4下校 能够给自己奠定一些 Experience 奠定一些基础 那么这个时候 九年级的暑假基础好的学生 那真的就是可以考虑开始标化了 因为其实标化成绩 在下校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然后就是其他的课外活动 那十年级的这个暑假 就是一个提升期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一些大学的课程啊 包括更selective的一些下校的项目 可以标化考试啊 用作经历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构思一下自己 可以做一些那些个人项目啊 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开始了解 了解大学了 所以你看有这么多的选项 并不是只有下校一个的 而且你也不可能一个暑假 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做完 所以其实就是要看一下 到底哪个更适合我 那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这个暑假 他爸爸呢 也是想给他申请一个 这种去那个国家的 一个什么夏令 什么文化体验啊 游学啊 就是这种做义工啊 这种也是挺多钱的 那他家里面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那我就跟他说 这些其实首先一个 这项目本身也不是特别的 有痕迹量 意义也特别不大 而且就你去参加了这个东西 他怎么样能够让你stand out 对吧 我说既然就是说 其实你家里面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与其你让自己家里面的 这个负担更重 给你花那么多钱 让你去玩两个星期 你为什么不想一下 怎么样可以来分担 自己家里面的负担呢 所以我就推他 我就说 我说你还不如就去打工呢 他说 我去哪啊 我也不知道 我说就就家旁边那safeway 就挺好了 你就去嘛 然后他还是真的就是 还是真的去了 虽然做的是非常初级的 这个工作 但是就说 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说 其实很有意义的 他也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 而且他用这个工资的话 是请他全家吃了一顿好的 其实你看 这种就是非常 非常有意义 非常暖心的一些经历 所以 真的这个是要看综合 怎么样的安排 好 十一年级冲刺期 这十一年级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暑假了 因为可以去冲刺 最顶尖下上的这个同学们 那十一年级 你也够个可以申请了 所以这个是最后的机会 而且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你的高中的课程 包括自己的年龄 其实都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 所以其实完全是可以准备好 那么如果想要继续做一些工作 打工啊 实习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十一年级的暑假 基本上要开始准备大学申请 所以这个就是大致的一个规划路径 供大家参考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内容 这里有个通知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春季的 SAT ACT的这个Book Camp 那我们在Winter 做了一个短期的 非常受欢迎 然后通过这个Book Camp 我好多学生也找到了 就是说到底应该考哪个考试 反响非常好 所以呢 就是说应家长的强烈要求 我们这个春季的Book Camp 也开始了 那么整个这个时间 是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买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或者买三个月都可以 这个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求 还有一个就是说 根据自己考试的时间 都可以 那么有需要的这个同学们 鼓励大家 然后尽快的报名 那么这次的Book Camp的话 Lecture的时间也会更长 然后也会涉及到 更多的这个Strategy 和备考的策略方面 同时如果说 你之前没有参加 我们的冬季的这个Book Camp 那么春季的Book Camp 你还是可以 就是两个考试都试一试 然后再来确定 自己是更适合哪一个 然后再来逐步的提升 好了 谢谢今天的分享 对我们的Book Camp呢 很快就开课了 如果有需要的呢 家长可以扫描二维码 然后联系我们这个老师 对我们的讲座群呢 是需要邀请才能够入群的 然后感兴趣的家长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Summer Camp list 那篇文章呢 之后整理好了 也会在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公布出来 那今晚的讲座呢 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也感谢Erika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讲座 我们每周六的晚八点的讲座呢 也是会继续期待您的参加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